啊啊啊 别别别别 剃三仙也行啊 对不起 这个真没有 有一个班长站在台北 嘻嘻哈哈都鸟儿 都到一半发现有个红衣服的小妹妹 妹妹 你长得美 啊 最大头卡在这里面哦 一道小区班长再救了小妹 小妹开始吃她面包里面的火腿 班长说你不能白吃再和我亲吹 大家好 我是班长 我是一个富二代 面前的这位是我已经吸引了三百多年的姑娘 今天终于把她约出来陪我看电影 突然感觉要走上了人生巅峰 为了她 我做足了工作 甚至还想着带着一把水果刀切水果给她吃 我这把刀被我命名为正体之刀 平时就是为了帮她切水果 另一个作用就是要铲除一切世间罪恶 正如我妹妹所说 白天我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富二代 但是晚上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那就是僵尸先生 呵呵呵 巴尔胖子 你过得还好吗 我就是三年前被你丢在桥下的脸柱子 不过这三年来我屁股很疼 不过不重要 我召集了一帮有识之士 一群和我一样有着崇高理想的人 今天晚上这个局就是为你布下的 你以为樱桃为什么会突然跟你这么亲 哦 对了 我还让他们特意为你准备了很多封印 这小笔崽子 就知道惹事了 哈哈哈哈 你今天能把我怎么样 小江飞刀 哟 啪 没想到她这三年来的刀技不但没有下滑 还提升了这么多啊 只能三十六计走围上策了 呵呵 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你为非作歹 丧尽天良 鼓过人心 今天我就要为民除害 还世间一个朗朗乾坤 这是什么叫声 说吧 临死前还有什么要求 我 我 我想吃红烧药 嗯 啊啊啊 别别别别 第三仙也行啊 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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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不起 这个真没有 樱桃 我喜欢了你三百年 这三百年里 我看着你轮回转世 我一直陪在你身边 我不要跟你有什么结局 我只希望你过得好 另外照顾好我那傻妹妹 我累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了 祝你幸福 啊 对了 最后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过 哪怕是一瞬间 把我当作一个朋友 当然啦 班长 我觉得你人超好的 啊 这么好啊 那我不走了 嘿嘿嘿嘿嘿嘿